你秒殺小啊! 豹哥在學校也可以打電動耶,好爽喔! 當替代儀好像也不錯 豹哥在學校有自己的一個辦公桌,然後他在那邊打電動 其實好像也蠻爽的 4月7號換我進去勞改 小事情啦,趕快進去當一當啊,不趕回一年衰了也是你啊 早當早享受啊!晚當享折扣啊!進去4個月再送你6個月 我那天去的時候就在豹哥位置打了一下電動 好爽的 搖滅 出 abbiamo 出來了 出來了 叫豹哥手把手叫你突漂 有啊我在電台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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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你阿 講到突漂 跑跑卡丁車沒人耶 禮拜六早上下午 一間房間都沒有得玩耶 台灣的跑跑好像 沒搞頭啦 禮拜六中午喔 一點多吧 我就在那邊玩 沒有房間讓我跑 一個人都沒有 跑跑卡丁車Rush家也沒有人在玩 現在主流好像還是傳說對決 我要去我的手機下來傳說對決了 現在好像都還是以手遊 然後都是傳說對決 LowM玩的也比較少 好像都是傳說對決啊 所以如果 如果聊天室有那種 喜歡高中生的人 就是去玩傳說對決 就可以拉近彼此的距離 Pokemon Pokemon也沒有人在玩 我那天去 我那天去看 我看他們玩了也差不多都是傳說對決那種啊 就是 就是 鬥塔遊戲啊 不是傳說對決就是王者榮耀嗎 但看起來比較像傳說啦 我真的沒想到現在高中生 竟然 不是 我應該是說啦 應該這樣講啦 他們竟然有對電競這種東西 有興趣去讀電競班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四代隔閡 太讓我難過了 就是他們 他們好像沒有在看突擊耶 就是 真的很有興趣的那種才有看耶 不然一般 只是單純在打電動的人 好像已經 沒有在看突擊了耶 我是不知道他們平常在幹嘛 可能在談戀愛吧 哈哈哈哈 我是不太確定啦 但我知道的是 他們看突擊的人真的偏少啦 下課的人都來一場傳 打一場傳說都來不及了 幹你娘 我今天上課我多認真上課啊 唬爛喔 但我沒當過學生喔 對不對 不然上課有多認真在上課 高中我電競社只是個社團 以前 以前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是以社團 應該電競社應該都 電競班那種都是從社團開始慢慢 轉變到現在有什麼電競班的啦 講電競班可能是比較大一點啦 應該來講應該是說 就是跟電競類相關 例如說什麼剪輯阿 OB阿 然後還有什麼 導播阿 主播阿 主播賽平阿 對 後製阿 等等的吧 現在 現在學的就 他們 他們 我們今天學校會不會真的很認真教啦 但他們的方向就比較像這樣 就是全部 全部都抱在一起做了 有天分的人 有天分的人 就是打電競嘛 第二位呢 是我們NTR的吳冠賢 沒天分的人就學後製嘛 去學那個 主播賽平阿 等等的 而且而且我發現 我發現學校對經理都女的耶 對經理不能是男的嗎 像我這麼帥的應該很適合當對經理 靠杯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經理是女的 女的又管不動男的 還是女的 還是女的才管得這種男的 用別的地方管 嘿嘿嘿 不要講這種瑟瑟的東西好了 搞不好沒有 奶大的更好管人 也沒有這樣啦 也不用講到這個啦 我只是好奇 為什麼是女生而已 不用到什麼奶大不大什麼的 好奇問一下而已啦 不要 不要再扯一些 扯一些 靠杯 靠杯 快跑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交bubble啊 別人有事沒事交bubble好不好 他浪費他 他是 他有金頭嗎 喔他有金頭 那就好 那就算了 他怎麼有事沒事一直在交bubble 哇 啊大胖怎麼倒啦 大胖怎麼倒啦 他直接 Ban他欸 哇他的包在裡面 他說再舔一下的 大胖的包很肥欸 就這樣倒了 大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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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克萊博欸 XD 差兩槍欸 差一槍頭就可以生甲 用到這樣子吧 N包夾 感谢无病声音 有情书情订阅6个月 谢谢你 感谢无疑 剩三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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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嘿嘿吃了 沒打幾組就吃了 邊聊天邊打遊戲打一打就出了 打三次而已吧 兩三次而已 有四哦 太神啦 我今天打四隻 大胖一個白給 菜